中情哈尊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别名叫做三娘子 三娘子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据苗仁华了解 有关三娘子的历史记载不少 但是遗憾的是这些资料支离作祟 文字记载呢也大相近近 有的史料说三娘子是一位 啊 望而不斜 腰悬一刀的英雄 有的说三娘子是一个魅力无穷的美女 唯独没有争议的就是 三娘子这个悦耳动听的名作 不过这些支言片语呢都传达了一点 那就是三娘子的一生非常之传奇 那么三娘子到底是因为怎样的传奇女性 又究竟做了什么 让自己成为了壁画当中最尊贵的人呢 说到这儿 关键得告诉您 因为苗仁华后来接替了新的考古工作 所以接下来他就不能继续再带着我们探寻历史真相了 但您别着急啊 另一个人想帮助我们揭开老夫人壁画的终极秘题 谁啊 就是这位 他叫班波日 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 作为一位民族历史学者 班波日对 八次算命书 亚诚八次命书 是基于生存八次推荐的地门招牧书 向大家推荐几位研究八次命书 二十年年的道长 正常八次算命书 新加风水故事 林国法庭 道长规矩 二零八八 二零八八 三娘子的生平有着浓厚的幸福 他能描绕华一样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开 隐藏人和族人被隐后的真相 那么探寻从哪里开始呢 从观察美代赵寺庙的建筑开始 为什么 前面我们说了 今天的美代赵寺庙 当初其实是阿拉坦韩居住的宫殿 另外据史料记载 三娘子在美代赵生活了十二年 所以班波日认为 这所历经的几百年风雨的寺庙 或是隐藏着某些建筑 那么班波日发现了什么吗 班波日仔细查看了美代赵 所有的建筑之后 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美代赵寺庙的建筑 除了有汉制的建筑风格之外 建筑规格也很高 寺院当中的琉璃店的屋顶 都是用琉璃瓦建成的 而在明代要有王一级的身份 才有资格用琉璃瓦 奇怪了 一座藏传佛教寺庙 怎么会融入中原建筑的风格呢 难道说当年有中原工匠 参与修建了美代赵寺庙吗 带着这个疑问 班波日来到了内蒙古包头博物馆 他来到博物馆干什么呢 因为在这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 就是这块石匾 它是1606年乌兰碧籍 重修美代赵寺留下的匾记 石匾上刻有 黄土巩固 地道前邻 万民乐业 四海成兴 细心的班波日发现 在这四行大字的下边 还有一行特别小的文字 石匠 郭江 木座 温森 从字面上来看 郭江和温森 应该是两位首艺人的名字 而且是汉人名字 这个发现让班波日更加肯定 或许当年剧烈时有中原工匠 参与了美代赵的纠件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 班波日决定 拜访一个人 就是这位历史学家张海斌 张海斌也在研究 美代赵词照当中的壁画 他曾经和同时 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将美代赵词照内 所有的壁画 全部都拍摄下来了 而就在研究 这些壁画的过程当中 他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 他发现一些佛教画像上 写有汉字 它是一个 它是写的画 照盘的较幅度的画道 已经给你再出 那这个团 怪了啊 藏传佛教画像上 为什么会留下汉字呢 张海斌说 他在反复研究壁画的 制作工艺之后 得出了一个结论 他认为 这些汉字 是汉族工匠 在绘制壁画的时候 为了方便后面的学徒工作 故意留下的记号 内地的工匠和画师 去内蒙古修建 每代道寺庙 在今天看来 一点也不细极 但是要放在 三娘子生活的年代 这件事就不同形成 这些工匠和画师 为什么要告别家乡 去到几千里之外的 内蒙古草原 在查阅资料的过程当中 班不日发现了 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 也正是透过 这个历史现象 神秘的三娘子 慢慢地走到了 世人的面前 班不日发现 从1571年开始 也就是明朝 隆庆年开始 很多中原的老百姓 都纷纷来到了 内蒙古草原 他们与草原居民 共同劳动 共同生活 为什么是从1571年开始 大量的中原老百姓 都涌向内蒙古草原呢 原来在1570年 也就是1571年的前一年 发生了一件 非常特别的事 那是1570年初中的 一个深夜 从了特鲁首领 阿拉坦汉的孙子 把韩纳吉 因为跟家人闹矛盾 突然离家出走 把韩纳吉 什么意思叫导臣的 从这个意思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被宠爱的孩子 他的父亲是 然后挑战的第四男子 就七倍 但是呢 这个很早就去世了 那么这个小孙子 有着 然后就由自个 和国者的 父亲 就清楚 抚养 这个小孙子 一直抚养 那么这 隔代 抚养 就有一点 就是 孤立生 孤立生 就是受到那边的问题 看来隔代抚养啊 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啊 可是年纪轻轻的 把韩纳吉 能去哪呢 谁也没想到 这小子带了几个人 必然向明朝政府求救 听说阿拉伯汉的孙子来了 是任明朝的宣大总督 王重古 热心团败了 远到而来的 把韩纳吉 他就来找了住宿 不过 毕竟把韩纳吉 是阿拉伯汉的孙子呀 做爷爷的 当然很着急 几天之后 阿拉伯汉就带着一群人 来接把韩纳吉回家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 把韩纳吉 肃气出走的这个小事件 却为明朝政府和土墨特户 提供了一次意外的交流机会 在明晨 当居正高拱等人的主持之下 明朝官员和阿拉伯汉展开了会谈 最终达成了开放贸易故事的协议 阿拉伯汉被龙挺皇帝 策封为顺义王 三娘子被策封为中顺夫人 正因为如此 从1571年开始出现了 大批中原百姓去内蒙古草原的现象 有史书明确记载 这次会谈很大程度上是三娘子处成的 也正是因为有三娘子劝说 把韩纳吉事件才得以圆满解决 通过这件事情呢 我们可以看出三娘子是一位 很有远见的人 但是光这一件事 好像还不足以解释 话中的三娘子为什么如此尊贵 那么他还有别的什么历史攻击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 必须要说到1582年后三娘子的人生经历 1582年三娘子的丈夫阿拉伯汉去世了 去世之前阿拉伯汉将 执墨客户的王印和兵服 全部交给了三娘子 三娘子从此成为了一位 手握实权的政治人物 一直坚定地执行的贸易护士政策 在三娘子这边他坚持从阿拉伯汉时期的这个政策 就是在这个市场过程当中 严厉约复复复复 但是都没有能够爆发出大的问题来 那么这个东西一直持续到明末 一直持续到崇祯时期 这可以说三娘子在其中是起了很大路 虽然在之后的岁月里边 三娘子先后嫁给了另外三位韩王 但是他始终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辅佐三位韩王 努力维护着本部族的稳定 和蒙古草原的怀人 1612年三娘子去世 享年62岁 今天在首都博物馆珍藏的一幅三娘子图 图中的三娘子 容貌娟秀 体态端庄 梅雨间虽略带头唱 但眼神却果敢坚定 这个美丽的蒙古宗女 用自己的智谋和心筋 缔造了繁盛的贸易 维护了百姓的安定 这或许就是美带照壁画当中 三娘子形象如此高大 如此尊贵的